朋友那个什么我看留言人粉丝朋友都说说你那个 年终矫心给我包的不对你得给我再补包红包 我不都给你了为什么还要补包红包 因为你给我包的是单数五千不对 好忘了啊 对呀说人家是喜事哪有包那什么单数的 你说我找他要去吗 要去 要到双倍 双倍给你 双倍更像有点多好 哈哈哈 老高你觉得咱俩这个擦玻璃是不是有什么魔咒 为啥每年都是这样一天天下雨 哈哈哈 必须得降温不降温咱俩不擦是不是老高 一定要下雨哈 配合这个节奏咱俩才有有有意思觉得是不是 我老公在外面负责纱窗啊外面的玻璃他比较辛苦了外面比较脏 然后我是负责混水跟擦里面的部分 我给你指啊这里这边边老高 啊这边边上 我们要拜第七属 然后发高没买到鸡腿便当买的是鸡排便当 对你这个这个就这样哎 对不写的吗人家 你就照这个拼 因为右啊横啊左啊这样好 大家说这个对我生财我是不是应该贴我手机上 太长了我手机没有这么长啊 这颗这怎么办呢 老公我们有一年呢不是买到那个什么 两年一样的对不对 哈哈哈现在才知道 然后我们也是那什么要把旧的撕下来把新的贴贴上了吗 对啊 哈哈晚两年都一样 啊一样就一样是不是这样想的 贴春莲啦 先贴哪个呀你贴哪个呢 刚刚好刚刚好啊 好 就扯掉吧 右手边的话是 豪运队接来平安财 哇听起来好开心哦 听好了吗 嗯 好 礼程 好回家 那这个每年都是这个啊 山珍海味啊 都贴在这 每年都是啊每次啊 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这个过年过年今天是初六了啊 大家都开工了是不是 对不起 你要干嘛 好你拿 然后都开工了是不是啊 这两天才有时间坐下来跟大家聊聊天 大家收收心吧 都开工了 大家看到前面那些素材的话呢 是我年前拍的 就是29 那一天吧 我忘了 反正那一天的话 因为我 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哈 因为我这个是有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啊 我记得我是在擦玻璃那一天 然后上午的话呢 我们是去菜市场买菜 下午的话呢 我跟我先生在擦玻璃 咱家擦玻璃哈 真绝了 每年这个年底大扫除擦玻 不管你前面有多少天 好天太阳 出太阳什么的 我们家都没有这个安排 就今天都没打算擦玻璃哈 哎 往往是说 比如说什么啊 后天后天那个咱们两个擦玻 说好 后天那一天保证就是阴天下雨 所以说以后大家想避开年前阴天下雨的话 可以给阿丹留言哈 阿丹 你家哪天要擦玻璃 大家只要把我们家擦玻璃这天时间 错开来哈 保证你都是好天气 真的是这样 然后那天在擦玻璃的时候呢 我老公就跟我说 哎有那个你的粉丝朋友给你来信 你去看一下 我就搜了一下那个mail 看了一下 我记得他好像是新北的一个朋友 他说我是你的粉丝 看你的影片很久了 他说我很想拿到你们这个 桃园 张善政 就是张市长的那个什么 春联呢 贺喜的春联呢 还是什么福字还什么的哈 然后他就说他说他今天有打电话去问 一定要是这个自己亲自去取才拿得到 他说他就想起来说阿丹呢 是住在桃园的这个桃园市民哈 说看阿丹可不可以帮他去取 然后寄给他 然后运费的话他自付 是这样的哈 大概这个信件这内容这样的哈 我看了一下我要不要找一下信件给大家截个图 我都不是阿丹杜撰的事情哈 但是那天我就是看到的时候 我刚好跟我先生已经在擦玻璃 而且距离他们下班的话可能也就剩一两个小时 然后那天又下雨 第二天的话呢我原本想说我说要不然第二天帮人家去取一下吧 然后我老公说第二天的话人家上班的单位都放假了 所以说距离他们放假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又在忙着擦玻璃什么的 真的没时间 我就给这个粉丝朋友回了信 我说实在抱歉 我说我才看到你的这个信哈 我说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去取了 我在这边就跟着说一下 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在看影片 实在抱歉那一天的话没有办法帮你完成这件事情哈 确实年前可能太赶了 如果说年前哈不是说这么赶不是说时间这么紧凑的话 如果说大家提早一点 明年看看哈 如果说大家提早一点说这个 哎 我不知道到那边拿那个春联什么之类的有没有什么限量啊 一户只能领一个什么这样的哈 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大家可以那个什么年前提早一点了 你跟阿丹讲 然后给阿丹一个时间好不好 就是帮帮大家去拿好这都没关系什么的哈 啊我们家虽然说 离着那边不近不远哈 骑个机车过去拿一趟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大家拜托 你提早跟阿丹讲一下啊 就是别卡到年前的什么最后 最后一天人家上班的最后一天那个工作日在跟我讲哈 就太赶了时间因为年前确实有事情在忙哈 实在抱歉了就 那如果说明年如果大家在想要的话 啊你们就陆陆续续给我留言 我就统计一下可以一共帮大家拿几份 我再拿给大家这都没关系哈 月费都不用你自付阿丹帮你付都可以哈 是这样 然后 这两天留言的话呢 我有看到就是大家有在说说 哎呦阿丹先生给你包那个 就是年终奖金呢 我们家开玩笑哈 就是我是说 因为我是什么 我觉得在台湾的话这个名称特别好 台湾的话呢 管这个 像我们家庭主妇的话叫什么 家管 对不对家管 因为那时候填职业 我就在台湾会填一些表格什么这类些职业什么的哈 然后我说就无业呀 现在不是在家里嘛就是帮忙顾小孩呀什么做饭的什么的哈 就是家庭主妇无业 我老朋友说家管就是你的职业 我说哇塞 家管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想说哇 原来是家庭管理这也是一个职业的哈 那既然是一个职业当然就要有薪水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家这几年的话哈 我先生都会跟我开玩笑就是都会给我包红包这样 那以前的话呢都是包我从大陆拿回来的人民币 循环利用 包了好几年了 每次的话我先生都哇厚厚一叠人民币啊厚厚一叠 因为他一百块一张的嘛厚厚一叠 然后每次我先生都给我重复包 这一次的话呢终于我把那个钱先花掉了哈 八月份回大陆的时候花掉了 所以我老公这次包了台币 我都明显就缩水了 我老公给我包了五千台币 然后呢就有粉丝朋友就说不对呀不能包单数 然后我想说哎呦我这是不是得去讨像他在讨要补这样子再给我补一千块呀或者看什么哈看他能给我补补补补补我再跟大家看 我现在跟我妈先说一声下我这不对呀不能包单数 妈妈别玩了妈我跟你说人家粉丝朋友看好多人都留言 大家下午好 大家拜个晚年 不晚还没出整圆呢不晚 哎呀都好几天了 农年祝大家吉祥 今天是初六 初六 开拱了 祝大家六六大顺 六六大顺 好 今年农年 柴园滚滚 柴园滚 哎呀我妈 钱从四面八方 滚到你们的兜里 妈那啥 那个人家粉丝都给我留言 说圣哥今年给我包那个什么年终奖金 包五千块钱不对 胆数 你说我找他要去吗 要去 要的双倍 双倍给你 双倍够香 有点多 要去 你觉得他能给我补多少 他能给你补了 补一千到头了 你说是不 他俩猜猜看 我看他能给我补多少 补一千不就六千了吗 就爽数了 人家说没有包 就是这除了白包哈 没有包四啊五啊 没有包单数的 然后就 白包有 白包是没有爽数 是单数 是吧 你说人家声哥不懂这事 咱们也不讲 咱们这 这一代人不讲 有这些 声哥也不讲 有这个 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 你们 像你们那个年龄 更不能讲 很多粉丝朋友给我留言 跟我说的 说那个什么 生个包的数不对 说对暗数 我找他要去 咱们粉丝 他有才的 有才 是像的 老子娘们 行 我找他要去 妈帮我告你 老公老公 你先把电影暂停 我有话跟你说 那什么 Q啊 Q Q 哈哈 老公我跟你说 人粉丝朋友 那个什么 我看留言 人粉丝朋友都说 说你那个 年龄小金给我包的不对 你得给我再补包红包 我不都给你呢 为什么还要补 补包红包 因为你给我包的是 单数5000不对 好忘了 对呀 说人家是喜事 哪有包那什么 单数的 我再给你补1000 你咋那么扣呢 一切闹 大七点 我年终都给你 年终都给我 年终是单数是爽数 爽数啊 年终爽数啊 说话算数不 拉狗来 那咱家 咱家包原本还有 那叫什么玩意 什么 该这 因为原本吧 因为原本吧 咱家还有这个什么 叫什么 尾牙 对不老公 原本想说举办尾牙 然后今年也不知道 都忙过啥 那瞎忙 反正左忙又忙 那尾牙没时尚 那有春酒吗 那不然就春酒 跟尾牙一起办 春酒跟尾牙一起办 妈呀 越整越省事 择日不如撞日呗 走吧 今天吃 主要是我懒得做饭了 出发吗 给我补了吗 就补1000 这不正好吗 凑点啊 补1000 晚上就6000嘛 然后他说 对 蜘蛛常乐 然后他说 我说我先少 他说把那个什么给我了 年终奖金 其实我跟大家说 说给我其实也不是给我 为啥呢 因为 我们家我不管钱 不管你们信不信 咱们家我不管钱 所有的银行账户密码 全部都我老公保管 所以说就是我们家什么缴费 缴款这些事什么的 从来不是我的事 就是 包括 老公咱们家 其实我做YouTube这两年来 咱们家在YouTube的这个 什么收入什么的 我们家一分钱没花呢 是不是 就还在那呢 所以说我得好好理财 好了 那今儿到这了 这也是2024年的一个新目标 好好理一理 好了 那就到这了 咱家要出去吃春酒了 走吧 换衣服 吃春酒去了 这什么 开 那有开工红包没 那我应该有开工红包啊 算可以 吃春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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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